大家好,我叫居传雅,我来自中国,我身后就是托姆斯克国立大学,我为什么选择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呢?谁都知道这里会很冷,但是托姆斯克国立大学在俄罗斯的综合排名是第三,有很好的学习氛围,学习基础,所以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。 而且以前我是国内二加二的项目,所以就是说当时学校交换到这里,然后两年本课毕业之后,我又选择了继续在这里读研。 那我的俄语名字是OLIA,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呢?其实这不是我自己选的,是当时老师第一节课在黑板上写的,然后当时R这个差音对我们来说特别难,我们都不想选名字里有这个音的,所以当时就选了这个名字, 但我更喜欢我自己的中文名字,居传雅,因为我觉得中文的名字包含了我们传统的文化意义等等,然后我觉得在这里什么不够呢?知识储备不够,为什么这么讲呢? 因为现在的课上我就发现了,很多比较都是和西方历史进行比较,而我们在国内学习的都是东方的历史,所以欧洲历史,欧洲文化,我们的语系又相差很远,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就是知识储备不够,还是到这里要学很多东西,那么我想给想到俄罗斯学习的同学一些中肯的建议,我自己这么觉得吧, 第一这里非常冷,所以要带很多的东西,很多的衣服,你看到处都是雪,就是保暖是最重要的,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, 其次因为这里比较冷,所以蔬菜种类没有国内那么丰富,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带一些干菜,虽然现在觉得很可笑,但是到时候很实用, 然后最重要的呢,我觉得就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,因为不管在国内是怎么样,到这里很少亲人朋友,亲人几乎就没有,对吧, 然后什么都要靠自己,所以要学会自立自强,可能刚开始很难,但是慢慢呢,就可以了,你可以做到的, 我希望以后在这里看到更多的同胞,我们在托穆斯克再见。